粉刺症痘痘少了很多 真的幾乎沒有沾到 藏國日本銷售排行第一 的潤幣之音 要在Andre這裡 全球首次開團了 這是看Andre影片裡面 才有的專屬福利 哈囉大家我是Andre 前陣子我發影片的時候 就有人私底下問我說 Andre你的臉怎麼變得那麼亮 而且粉刺症痘痘少了很多 是不是用了什麼法寶 好我今天終於要來分享給你們了 那先跟你們說我的膚礦 我的膚礦是比較敏感的痘痘油肌 然後臉頰這邊都會有泛紅 這個是長時間會存在的 我之前有吃過A酸治療 但是這些血絲它都是不會消掉的 就大概就是這樣的狀況啦 那先講一下我一開始用的保養品 我一開始用的都是專櫃的保養品 但我後來覺得那個開銷太大太貴 而且我那時候擦專櫃我只會擦一掛 擦到後來就覺得保濕度好像有點不夠 可是我又花不下手那麼多錢 再去添購他們家其他的整套的保養品 所以我就開始往開架去找 之前也有分享過我用過其他開架的保養品嘛 我就是覺得沒有什麼很驚豔的感覺 所以我後來這兩個月呢就把保養品換成韓國製的 潤壁之音 就是大家看到了這幾款 潤壁之音我大概用了第一個月 就有感覺到明顯的那個 肌膚的保水度跟亮度都有提升 痘痘也有逐漸消化 因為上個月大家如果有看我影片的話就知道 我的臉的痘痘真的是超誇張 又很紅很腫的那一種 保養的巔峰期大概是在 開始用這些保養品大概一個半月之後 我的肌膚在燈光底下是可以看到我的皮膚在發亮 其實現在也看得到 蠻明顯感覺得到 我現在是早上起床後 然後有擦完保養品的狀態 但這不是油光的那一種亮喔 就是真的是保水度很高的那一種亮感 就臉上啊這個痘痘變得比較少 然後泛紅狀況變得比較少 那心情真的是很開心 早上起來看到很乾淨的臉心情就很開心 那雖然痘痘的問題啊 是要花蠻久的時間才能解決的 但是看到我前面那一個月 從那麼多痘痘然後變到現在這樣 也是可以看到它的舒緩效果其實是蠻棒的 那其實潤幣之鷹它在低卡上面的討論度蠻高的 很多人都在問說到底好不好用 我自己使用下來兩個月是蠻有感覺的 那我後來才知道說潤幣之鷹它們的產品 用的都是專櫃級的昂貴原料 但價格卻不到專櫃的五分之一 CP值真的超高 就是專櫃的品質然後開價的價錢 難怪它們在日本跟韓國都賣得超好 而且這個牌子啊 它們在韓國的Olivian 就是有點類似台灣屈臣式康斯美那種藥妝店 是熱門銷售第一名 也深受日本女生的喜愛 在QOO時有拿到排行第一名 真的是蠻強的 可見它到底有多好用 潤幣之鷹拿它們主打就是把肌膚分成號碼 利用一個公式來解決大家的肌膚問題 我自己其實用了蠻多罐的 那我就從我的保養順序開始分享 因為我常常會長痘痘嘛 所以我第一步一定都是用這個 2號奇蹟康豆修護集中安品 這一瓶我大概已經用到這邊了 因為我每天早晚都會擦 它主要有功效就可以舒緩 跟修護肌膚 使用的時間就是用在化妝水之前 我通常就是會擠一小點 然後就直接塗抹在有長痘痘的地方 像我上禮拜長得很紅痘痘嘛 然後我大概努力急救了三天 就是在排盤前 就痘痘真的有消腫蠻多的 雖然還沒有全部消掉 它就是一款可以快速急救的產品 而且它蠻小一支的 如果是出門旅遊的話 也很適合攜帶 可能出去旅遊的時候 會吃比較油膩 然後突然爆抖就可以擦這個 急救一下 然後再來呢 這罐擦完 我讓它稍微吸收之後 我就會用這一罐 三號光彩奇奇效膜化妝水 這罐化妝水就是潤鼻子音的明星產品 在韓國藥妝店Olivian 是銷售第一名的化妝水喔 它的功效就是主打說 如果你想要變成蛋白肌 就是一定要用這一罐 可以美白 提亮肌膚光澤 改善比較粗糙乾燥的肌膚 它還可以撫平肌膚的紋理 像現在接下來要冬天嘛 就很適合擦這一罐 這罐我自己擦起來蠻喜歡的 它是有點類似精華液的那種感覺 可是它是化妝水 光擦上去就跟一般的化妝水感覺 就差蠻多的 我覺得它的味道啊 是有一點那種淡淡的玫瑰香味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的 然後擦完化妝水之後 我會上精華 精華 我有兩罐會交替使用 我最常用的是這一罐 7號全綠敏感修復精華 可以看到我已經用掉 快要半罐了 就代表我真的很喜歡這一罐 光聽名字就知道 這一品是拿來修復肌膚的嘛 它裡面的成分有 魚心草、積雪草、愛草 等29種的舒緩成分 主要就是可以降低你的肌膚溫度 緩解肌膚的壓力 然後讓你的臉不要那麼泛紅 如果你的肌膚是像我一樣 很常會泛紅啊 或是會癢啊 就蠻推薦這一罐的 它擠壓的方式按壓式的 我覺得這樣的設計還蠻好的 不會有說 啊下面有一點點東西用不到 就可以整罐把它用完 很省錢 這一罐就比較沒有什麼香味 然後擦上去 一樣它的感覺是不會很黏膩 就是很好吸收 那我主要是使用它兩個月下來 就蠻明顯有感受到說 我的泛紅狀況比較沒有那麼誇張 因為我男友都有感受到 因為他有一天突然起床就跟我說 欸你的臉好像沒有那麼紅的耶 聽到這句話的時候真的是蠻開心的 因為這個泛紅的問題 真的困擾我蠻久的 然後呢再來是另外一罐精華 就是這一罐 三號柔華潤膚神仙精華 那這個也是他們家的明星產品 裡面有高濃度的63%酵母 我第一次用的時候就想說 這跟SKII的感覺超像的 那個味道啊 它的質地跟擦上去的感覺 後來我就發現說 它裡面其實用的成分跟 亞式藍帶的小中品 還有SKII的神仙水成分很像 可是呢 它的價錢才不到三分之一 這個CP值超高 然後它的吸頭啊 是標準的那種精華液的吸頭 它的質地算蠻濃稠的 但是擦上去一樣不會有很黏膩的感覺 然後我是敏感 因為我是敏感肌嘛 就是它擦上去也不會有 讓我很刺痛啊 或是有敏感的狀況 這塊呢我覺得很適合在晚上睡前用 那它主要的功效就是可以改善毛孔粗大 然後細緻你的肌膚 還有提亮膚礦的彈力啊 跟健康 然後熱環精華裡面還有添加一個成分 叫煙硝胺 它的功效就是可以改善肌膚的出油狀況 還有緩解痘痘跟粉刺發生的問題 真的很推這瓶 效用跟SKII很像 難怪它們這一罐賣得那麼好 最後前面這幾罐 擦完之後我就會上這一罐 1號橄欖橄水潤舒緩面霜來鎖水 那這一款呢超適合痘痘肌用 它裡面有14種舒緩成分 還有5種的降溫成分 一樣也是可以鎮定肌膚 然後讓皮膚打到油水平衡 然後改善肌膚比較敏感的狀況 那畢竟它都叫柑橘藍水潤舒緩面霜了 那想必它主要的成分一定就是柑橘藍嘛 那跟大家科普一個小知識 其實羊柑橘的鎮靜效果很好 很多人都會喝羊柑橘茶鎮定精神嘛 而柑橘藍呢就是羊柑橘中的主要成分 舒緩的效果真的讓我很驚豔 而且真的就是擦上去的時候 覺得飽水度超好的 我待會有幫大家搭一個組合 就是這三罐 好像本來是搭其他的產品 只是我覺得這一罐真的太好用 一定要加進去給你們 所以我就強烈推薦它 我一定要換成這一罐 它的質地啊是比較偏乳液的 可是它的質地是很清爽保濕的那種感覺 大概擠一小球 把它均勻地塗抹在臉上 就可以很好的 讓肌膚達到保濕和舒緩效果 我真的覺得我跟這一罐素顏霜相見很晚 因為比較重要的聚會我還是會化妝嘛 可是夏天的那種天氣啊 然後又要戴口罩啊 所以一整天把妝悶在口罩下面 回家卸完妝 我就會發現自己臉上長超多痘痘 就會很難過 可是有時候就是真的必須要化妝啊 所以呢我之後都改用了這一瓶素顏霜 就之前我有拍那個探索馬里開箱影片 也是擦這一罐素顏霜 然後它本身就含有那個防曬的成分 這個防曬的係數呢也是韓國境內最高的防曬係數 同時它也可以當100%的物理防曬用 然後呢它裡面還有添加11種的舒緩肌膚的成分 所以呢如果你是像我一樣的敏感 其實這一罐也可以用 那我們現在就來實際擦給大家看 它擠出來的顏色會有點像粉底液的感覺 那我通常都是用手直接上妝 它其實可以幫助校正肌膚的 比較不均勻的膚色 很明顯吧 就是我擦上去之後 暗沉的狀況看起來就減少了很多 但還是稍微看得到我有一點這個泛紅的狀況還在 欸你們看我現在下半臉擦好了 上半臉還沒擦 比對就蠻誇張的吧 看你們看你們看你們看 是不是看起來就是像開了一個美肌濾鏡的感覺 然後可是它的妝感啊 又不會像到粉底液那麼重 就是很輕薄的 只是說它的遮瑕力當然不會到像粉底液那麼好嘛 所以如果你是跟我一樣 臉上瑕疵比較多的人啊 就可以再稍微上一點遮瑕 遮瑕比較明顯的 黑眼圈啊 或是痘痘之類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效果 其實我還蠻滿意的 你看我的 我的臉真的看起來像發光 可是它又看起來會覺得很像是 我自己天生的皮膚 而沒有擦粉底液的那種感覺 真的超神奇的對不對 如果你的膚況比我更好 擦這一罐真的是不用再上粉底液了耶 就真的是有這麼誇張啊 因為我常常擦完這一罐 然後早上出床就覺得 喔 我自己皮膚也太好了吧 可是晚上回家把它卸妝掉之後 還是會發現 擦滿多的 擦這一個素顏霜要記得要卸妝 然後這一款產品啊 它的持久度也比粉底液好很多 因為這一罐有用潤冰之音他們家 獨家的蜜粉技術 所以它戴口罩的時候也不太會沾 讓你們試試看給大家看 會這樣按壓 你看 真的幾乎沒有沾到 超扯的 它一罐就能直接帶替妝前乳 粉底蜜粉和防曬 一罐多用 超方便 就很適合很急著要出門上班的上班族 或是早班要上課的大學生用 我覺得以小資族來講 真的是很適合投資的保養品 我自己也會想要一直長期用下去 然後他們家還有很多其他的產品 最後要感謝把影片看到這邊的你們 我要放福利給你們了 就是 韓國日本銷售排行第一 的潤幣之音 要在Andre這裡 全球首次開團了 那這個開團計畫呢 是我自己提的一長篇的企劃案給廠商 談了好久才終於拿到團購的折扣給你們 他們家之前是沒有再開團購的喔 就是看Andre影片裡面才有的專屬福利 大家真的要把握這現實機會 因為它太好用又平價了 真的太想推薦給你們 所以我才自己去找廠商談這個團購 韓國品牌韓國製都是有經過低敏感測試 就是很適合像我一樣的敏感肌和痘痘肌 超級敏感和油肌痘痘肌的 我都已經幫你們試過了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會長痘痘 那團購會有兩個組合set 一個A組合呢 就是他們家的明星成品 3號系列 就是有這一罐化妝水 還有這一罐精華液 跟這一罐素顏霜 如果你想要養成跟韓國女生一樣的水煮蛋肌的話 一定要用這個set 然後再來B組合的set就是 痘痘肌專用組合 這個組合呢 是我自己幫你們搭的 也是我平常在自己用的 組合裡面就有這一個 2號集中修復安品 7號全綠敏感修復精華 1號舒緩面霜 這一套呢 就是 拯救我痘痘油肌的救星啦 我一直跟廠商說我一定要搭這三個set 因為真的很好用 又很評價 大力推薦給跟我一樣有肌膚困擾的人 那你們可能會有疑問說 我的肌膚到底適合買哪一種組合比較好嗎 如果啊 你跟我一樣是敏感痘痘肌的話 我就是推薦 這兩個組合其實它可以一起帶 使用方法就跟我一樣 第一個 先用修復安品 然後再來 上3號化妝水 再來 精華有兩罐嘛 以你的膚況來決定 如果你泛紅狀況比較嚴重 你就用這一款修復精華 想要保濕美白的話就擦這個 3號 最後呢 全部上完之後再擦這一罐 舒緩面霜 鎖水 平常出門的話就可以擦這一罐 3號素顏霜 所以其實 我選的這6罐真的都是最實用的 那如果你的肌膚是比較沒有那麼多問題 跟痘痘的話 就可以帶他們的明星組合 這三罐就是韓國最紅的保養品 你都可以用得到 就算你很想要帶B組合其實也可以 因為 這一罐1號組合啊 它就是可以幫你達到油水平衡嘛 可以補水 畢竟現在夏天 大家幾乎都帶在冷氣房裡面上班嘛 所以 肌膚水分很保濕其實很重要 現在又要迎來冬天了嘛 冬天比較乾裂的話 也會需要用到這一個 舒緩保水面霜 所以啊 其實不管你是乾肌 油肌 痘痘肌 敏感肌 都很適合用 那 安平的話 我是不知道 我沒有當過膚況很好的人 但是 膚況很好的人應該也會突然有 長痘痘的時候吧 所以突然有長痘痘的時候呢 就可以用這一個 二號的 修復安平 還有修復精華也是 那 到底要怎麼樣獲取這個團購優惠呢 就是請大家到資訊欄 加我的官方LINE 我就會跟你們說 要怎麼樣去使用我的團購折扣囉 那你們下單之後啊 產品都是有韓國官方那邊 直接發國際航運從韓國過來的 大概下單後的7到14天就可以收到貨 那這次的團購優惠就 就只有這兩個set而已 其他產品就沒有 這樣 如果你們對這六款產品有問題的話呢 可以再到我的官方LINE 詢問我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也希望大家喜歡 我放給大家的福利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真的覺得我現在的浮況很棒 雖然沒有到很100% 可是已經比以前的那個 痘痘的狀況好了 很多很多 你們看 就算我上完蜜粉還是有一種 在發光的感覺 超厲害的 這個保養品 推薦給大家囉